而在谈到试点农村土地流转中出现的损害农民利益的问题时 韩长富表示最重要的是要保障农民的权益 确保农村土地有序流转 土地流转我们是提倡 但是我们又同时又提倡它必须是有序的流转 我在这里说的最主要的一个要保障农民的权益 因为这个地是农民的是城堡农户的 流转不流转以什么样的价格流转 流转多长时间应该就他说了算 就是说流转的主体是农民不是干部